你嘴是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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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这个字母翻译呢 我们来给你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喝醉了酒之后 这个难受 这个痛苦 我想去呕吐 对不对 一呕吐的时候呃 你怎么呕吐的 你的嘴型是圆的 舌头是平的 你要是把你的舌头 放到后边的话 这个也你出不来的 呃 非常棒 呃 呃 这呢 是胸语当中的 14个圆音字母的发音 刚才我说过 短圆音字母 与长圆音字母的区别 就是在于什么 发音的长短 其中呢 有这两对字母 一定要记在脑子里边 写法相同 发音不同 这呢 以后我们在学习语法的时候 经常会用得到 就是说 把 O A A 这四个字母 永远的刻在你的脑子里边 因为讲了我们学习 词法的时候 词法的变革 以及语法的变革 完全是跟这个 O A A 你会讲得到 现在呢 我们说的是 长圆音 短圆音 但是呢 在胸语的 14个圆音字母当中 又区分为是 Mogo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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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例子就是 高大 啊 你要是形容一个某个人 O O Mogosh Mogosh 那个男人鸽子很高啊 那个男孩子鸽子很高 高的 又 取决了 Mogo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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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da 我们学习说 Tanger Tanger 大海 Mogosh Mogosh 大海很深啊 就是 D原因 由什么来去区分 什么是说 高原因 什么是D原因呢 顾名词译 有些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高原因 也称之为是前原因 把低原因呢 也称之为是后原因 什么意思啊 关键在于 你的舌头 在口腔里边的位置 举个例子吧 A 跟我发音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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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嘴巴定型不要去动 你会感觉得到 你的舌头 在 在 整个口腔的 占据了整个口腔的全部分 在前面 是平的 A A A 啊 实际说 这是指的是高原因 也指的是前原因 整个舌头放平 你在看他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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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动 别动 感觉一下你的舌头在哪里 舌头在后边 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啊 就是第一原因 或者是说后原因 指的就是我们的舌在口腔里边的位置 完全是取决你的舌头的位置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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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舌头在哪呢 也在前边 对不对 在下边在前边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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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舌后身是不是已经隆起了 我们的舌是这样子的 舌的后身 这是我们的舌尖 这是我们舌后身 舌后身隆起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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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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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 O 你感觉一下有什么区别了没有 E O 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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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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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讲原音字母是讲过一次 8加6 什么叫做8加6 这里就是8 这里就是6 8加6等于14 我在课堂上讲的8加6 就是指的胸语原音字母当中的 8个高原音 6个低原音 低原音字母啊 在胸语当中或者是高原音字母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什么意思啊